大家好我是小鱼 有一个粉丝 要我今天去帮他弄青口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又是青口螺 我们现在来到无人岛 这个岛我们很久都没有来了 空白我到底能不能给你搞到十斤青口螺 挺大的吧 这里又有 一项一项 哇哦 他有一个天天地 一项一项一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他如果长在一堆的话呢就没那么大 今天的第一个海胆 抽了 这个青口啊还是要浪大的地方 你看 我们就要那个大的 不要那个小的吗 喂 来呀 我们就在这一块岛上面 我们就有一桶了 很大 这里几个很大 哎 很多的虫在爬看到没有这个不怕的啊 又有四个 看到没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他 我们就不要他了啊 放了 放了 很大 超级大 好大个 哇 这个真的大 天呐你看 这个是我今天弄的最大的一个青口了 唯有我手掌那么大 可以啊 应该有五六斤了吧 那一桶 我们就回家了 天快黑了 好 放好熟悉 看那个青口把它煮开就好 好了 这个青口 这个青口除好了 我就把这个肉 帮他们剥出来 这是那个青口的根部 这个又不要吃 0.96是多重啊 这个是14斤带壳的青口 然后剥出来的肉不到两斤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小鱼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见了啊 拜拜 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天气很好 出来走一走 哦 这个是野菠萝苗苗 嗯 还没有长大的 那野菠萝苗苗的那个叶子 很多的 哦 那里还有一个大的 好像开花了 我们去看看野菠萝苗开的花 哦 哦 那里还有一个大的 我们去看看野菠萝苗开的花 哦 这个就是野菠萝的花了 这个就是野菠萝的花了 好多花了呀 大家看 这个就是野菠萝的 结果以前这个花 它已经坏掉了 哦 哎呦 已经熟了野菠萝 这个熟的野菠萝可以吃 哦 这个已经长得很大了 我把它扭下来 我把它扭下来 哇扭不住扭不住 哦 下来 哇 好重啊 大家看 这个就是野菠萝 我等一下再拿一个 带回去煲它 它太矮了 不够高 哇 下来了下来了 下来了 哎呀 哇 我把这个野菠萝把它打开 我现在把那个野菠萝掰开 很难掰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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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开了 这个里面的肉腥啊 特别的红 哦 有点断了 哇 这个野菠萝是橙色的 大家看 特别的好看 这个头啊 特别的不能吃 然后野菠萝的上面呢 那个尾部可以吃 然后它的这个头部啊 特别的硬 石头都是很难把它敲 敲破 所以那野菠萝 很多人都把它用来做手工 把它串起来 然后带到手上 这种 用这个野菠萝的头做手工 特别的贵 可以卖到几十万一条 那些野菠萝全部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它的心是怎么样的 哇 好硬哦 哇 哇 大家看 浪子看像不像一个乌龟 哈哈 让子看像刺猬 哈哈 让反过来 像那个乌龟朝天 这个野菠萝做成工艺品啊 真的还是很漂亮 现在我帮大家打开一下 现在我帮大家打开一下 这个心里面 我们先一刀把它剔开 哇 哇 哇 这个里面的心啊 也很漂亮的 这个心不要吃 大家看 真的很好吃 我把它装起来 打包回家 把它可以煲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小鱼 你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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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